為了肯定對社會有具體貢獻的傑出中小企業 經濟部從民國八十一年開始 舉辦了國家磐石獎 並從民國八十八年開始 與僑委會共同舉辦海外台商磐石獎 讓所有在海外努力打拚的台商 也有機會獲得肯定 那麼今年總共有五家 來自紐西蘭 越南 馬來西亞等地的台商獲獎 大家從僑居地趕回臺灣參加頒獎典禮 享受這榮耀的一刻 第二十六屆國家磐石獎 評選出十二家國內優秀中小企業 表揚他們在企業發展 財務管理 及技術研發上的傲人成績 頒獎典禮中同時頒發第十九屆海外台商磐石獎 鼓勵所有在海外發光發熱的傑出台商 國家磐石獎從民國八十一年開辦 已經成為國內中小企業界的奧斯卡 根據二零一六年的統計 全臺灣有超過九成的企業屬於中小企業 創造了將近九百萬個工作機會 經濟部長沈榮金表示 中小企業作為支撐國家經濟的磐石 實至名歸 中小企業不僅是國家的經濟發展的中流抵制 更是社會穩定的力量 也就是所謂的國之磐石 就是我們今天在談磐石獎頒獎的意義 獲獎的企業各有擅長領域 不論是握有關鍵技術或是推展自由品牌 對於能獲得磐石獎的肯定 都感到相當開心 那我想首先還是要感謝政府 對中小企業的一個照顧 那讓我們有這個機會 能夠在這個舞台上面 然後來發光發熱 代表超委會出席頒獎典禮的 主任秘書張良銘笑說 有太陽升起的地方 就有台商的足跡 台商擁有旺盛的企圖心 就算資源有限 不論到天涯海角 依然能穩健的走向成功之路 讓我們在全世界辛苦努力打拼的這個台商 在他們事業有成的時候 能夠得到這個國家磐石獎的肯定 我想能夠得到我們經濟部 得到我們的一個鼓勵 我想對我們得獎的台商 是一個莫大的光榮 也是一種非常大的一個鼓勵 雖然資源有限 雖然可能只有一紙皮箱 但是他們保持著這樣一個旺盛的企圖心 在全世界各地 必入藍裡 辛苦努力的經驗 今年獲得海外磐石獎的台商 分享一路打拼的心得 正好呼應了台商精神 因為不同的法令 人生地不熟的 但是秉持有一種 我們台灣人打拼的精神 不怕藍 就一步走過來 那就是到今天這樣的一個小小的成就 已經深耕東南亞國家多年的台商 也不吝嗇和有意難進的企業 分享海外經商的心得 現在發展到柬埔塞 緬甸現在有設 所以是從 越南 南北越 印尼 緬甸 柬埔塞都有 都有點 往海外的發展就是 就是很簡單 本人一定要三本 本人 本事 本錢 這三本一定要到位 手握獎座 喜悅驕傲之情 易於言表 獲獎是一種肯定 更是國內外優秀企業 繼續拚經濟的最大動力 台灣宏觀電視張知晴 旅英臨台北採訪報導